如果这结构是超越日本的结构 形成个亚太的结构 甚至国际的结构的话 那你更难逆潮流 美国白宫预计秋天举行 QUAD四国领袖面对面峰会 印度 澳洲 日本三国领袖 在疫情下都不好受 日本首相菅义伟民意支持度 滑落任内新低点 正寻求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 10月众议院改选 学者明居正认为 印太战略围堵中共 受影响的几率偏低 日本棋盼在东京奥运后起飞 多年累计投资牵动多元产业愿景 到了收获期 被疫情打乱一切 石板明夫认为 菅义伟在疫情下续办奥运 是一场豪赌 经济与疫情防控都不理想 估计菅内阁会继续争取外交得分 尤其主流民意很反感中共 随着选举逼近 可能推出与台湾的具体合作 挺台湾批评中国的话 它的支持率就能稍微回升一点 拼命跟中国对抗 这个手段越激烈的话 国民的支持越容易凝聚 全世界各国都有这么一个状况了 如果中共在这时候呢 突然间要犯傻 又搞了什么事情 甚至搞了日本 那让菅义伟就得分 当它内部出现什么问题 它要转移视线的时候呢 它要么就对台湾 要么就对日本 台美日三方7月29日 将启动第一次国会议员战略论坛 被认为是推进三方对话的第一步 石板估计自民党继续执政的几率高 即便首相换人 不影响美日同盟抗共的趋势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张东旭报道